现在我们已经获得了英国猪、南非猪和巴西的猪病毒 来自这些国家的毒猪 我们在实验室里已经都用病毒 与我们疫苗免疫的血型进行了综合 现在灭活疫苗和我们中国相关的研究的疫苗 都能够综合这个病毒 这就是给了实验基础 我就补充一点 我们是从第一个有这个变异株开始 科研公关组织专门布局了 针对变异株的持续的一个跟踪和疫苗的研发工作 而且也在进行我们的疫苗对所有变异株产生的这个作用 以及它的比对工作 这个的话我们一直在跟进 目前应该说我们目前的疫苗对变异株的影响还是能够控制